叶少总 好久不见啊 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出现在 迎接你的酒会上吗 酒会已经结束了 我来调几份资料 结果这大案室里 怎么都没有值班的人 是吗 今天值班的肯定是那个小林谷 这个人特别不靠谱 估计知道将军阁下不在 跑出去喝花酒去了 叶冲军要查什么资料 左腾将军让我来整理一下 电讯课的东西 这叶冲军刚回来就用心工作 太辛苦了 你更辛苦 这么晚了还在审讯犯人 我倒不怕辛苦 只要我的付出 和所得成正比就行 看来宫本军的收获不少啊 审得怎么样了 是共产党 这么肯定 那当然了 换成是你也一样 荣泰药铺 这个名字 有印象吗 荣泰药铺 你在去越南之前 抓捕了一个地下党 还没怎么审讯呢 就被小岛借这个蠢货 一枪打死了 不过他在死之前 录的一份口供当中 就有这个荣泰药铺 结果我们一查 果然是地下党的联络点 是那个小孩啊 我觉得不可信吧 他为了逃生 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一直跟我耍花样啊 他说的没错 我已经闻到了 抗日分子的味道 那你有问到 什么重要的消息吗 目前还没有 但是也快了 宫本军 在行讯方面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这件事我相信 叶少佐 你不查资料了 这个不急 左腾将军让我劳逸结合 这样才能以更加充沛的精力 投入到工作当中 郭门军 你也早点休息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